總統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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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各位貴賓來到總統府 從我 2016 年上任以來 不論是參加國際活動 或者是在總統府見面交流 跟 CSIS 的朋友們有許多互動的機會 今天很高興能夠再次見到和睦裡會長 我們白名獎座 以及在座的各位貴賓 包括華志強前 亞太副助卿 Cooper 資深研究員 都是首席臺灣的好朋友 上一次和睦裡會長率團來到總統府 已經是五年前 當時我們針對國際局勢進行了許多意見交流 我們看到這五年來 國際安全情勢歷經了結構性的轉變 俄污戰爭爆發以後 威權主義持續擴張 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 也面臨空前的挑戰 現在提升全球民主任性 以及維護印代區域的和平穩定 成為臺灣和美國的共同目標 CSS是全球最有影響力的智庫之一 所發表的國際局勢分析 受到全球的重視 相信這次來臺訪問 將有助於各位貴賓 掌握臺海最新情勢的發展 並且持續在華府發生影響力 進一步推動臺美共同的目標 經濟安全就是國家安全 臺灣和美國是彼此重要的貿易夥伴 也不斷地深化合作 在今年6月 臺美21世紀貿易倡議首批協定 已經完成簽署 創下雙方經貿關係的里程碑 我們的立法院和美國國會 也以具體的行動來展現支持 未來我們希望在這個良好的基礎上 儘速完成後續的談判 也期待透過簽署 避免雙重課稅協定 來解決臺美企業及個人 面臨雙重課稅的問題 促進臺美更密切的產業合作 這些年來 臺美關係能夠不斷提升 除了官方付出許多的心力 民間的交流 也是非常關鍵的力量 我要感謝各位貴賓 長期以來關注臺海的議題 臺灣的議題 並且協助促進臺美的交流合作 我要祝福各位訪團成員 這一次的訪問行程圓滿順利 也期待稍後我們就 臺美關係進展及區域情勢 深入交換意見 謝謝